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3月13日 澳大利亚商人克莱夫·帕尔默 在悉尼克局院公开宣布了 启动泰坦尼克号复制项目的计划 这艘全新的泰坦尼克二号游轮 预计将在2027年6月首行 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纽约 复刻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行的路线 帕尔默在项目启动仪式上自信满满 展示了一段五分钟的九层甲板3D渲染图 他向各位来宾解释道 泰坦尼克二号将完全复原它原本的奢华风光 游轮配备舞厅、游泳池和土耳其风格的浴室 就连工作人员都将身穿复古的服装 为煤、卫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泰坦尼克号 这样一艘曾轰动全世界的豪华游轮 在首航时突然沉没 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惋惜 而如今 它的残骸也在幽暗的海底面临着一场灾难 2010年 美国海洋科学地球物理科学研究机构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公布了一则重大消息 20世纪初 曾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 在漆黑的海底染上了一种疾病 它的钢铁身躯正在被一种特殊的细菌所侵蚀 泰坦尼克号恐怕将在20多年后 被这种细菌彻底啃食殆尽 相信我们大家都从1997年上映的电影 泰坦尼克号当中 了解过这艘豪华巨轮的悲惨命运 如今它仍然安静地躺在海底 残骸早已破败不堪 很多人称它为幽暗而沉寂的坟墓 自泰坦尼克号在1912年沉默以来 它一直被诸多的谜题所笼罩 这艘巨轮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 又为何沉寂在海底 在那片海域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 很多人潜入深海 试图发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那么想要破解这艘豪华巨轮沉默的真相 我们还要从1912年4月15日 那场发生于纽芬兰岛海域的事故开始说起 1912年4月15日凌晨三十三十分 美国纽约时报印刷厂内 一台台机器正冒着热气 时刻不停地运转着 工人们通宵家印着临时号外 他们将要传出的是一个足以震惊全世界的消息 来自陈传的最新新闻 4月14日22时25分 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 向马可尼无线电站发出求救信号 并报道遭遇冰山需要立即救援 百小时后另一条信息发来 报告船头正在沉默 妇女们开始上救生艇 在这则新闻下方的照片中 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 正在大海中行驶 而配文却是 白星航运公司泰坦尼克号 世界上最大的邮轮首航撞上冰山 纽约时报发布的新闻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人们看着报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想到全世界造船业的巅峰之作 最先进的豪华客轮 竟然会在首次航行时遇到这样的事故 接下来的新闻出现在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泰坦尼克号在撞上冰山的四个小时后沉默 卡帕西亚号邮轮共救了866人 据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1250人死亡 这张图片拍摄于1912年4月16日 美国纽约时报报社的大门前 此时已经围满了看报纸的路人 二楼还有工作人员正在写着 泰坦尼克号最新消息的简要新闻 很多人看到标题都会驻足下来 仔细观看新闻的内容 还有人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表情十分严肃 泰坦尼克号的突然沉默 是那个时代最为轰动的新闻 甚至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 人们还在猜测着它沉默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的社会当中 更是出现了很多讲述泰坦尼克号 相关故事的书籍和文章 人们的回忆也会被时不时地 带回到那个时代 20世纪50年代 位于美国加州海岸的一家潜水俱乐部当中 每逢人们讨论起泰坦尼克号的时候 一个名叫罗伯特·巴拉德的小男孩 就会坐在一旁 仔细听着大人们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以及社会中对于他沉默原因的 种种猜测 潜水俱乐部的会员们 时不时地就会饶有兴趣地讨论起 泰坦尼克号沉默的秘密 有人推测他之所以沉默 是因为船长下达了错误指令 导致船身被冰山划出了一道一百多米长的口子 海水灌入船内而沉默 还有一些阴谋论者 一口咬定是航运公司的投资方 雇佣了某个人 刻意制造了一场事故 号的竞争对手 除了对他发生事故原有的种种猜测之外 对于他的沉默过程 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有人声称 泰坦尼克号船身第二和第三支烟囱中间的结构 存在射击问题 被冰山撞击后 船的前半部分 拖着船尾垂直下沉 也有人说 船头和船身连接部分 选用了不合格的材料 导致整船从这里断开 垂直沉默入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泰坦尼克号沉默的传言越来越多 究其原因 是他在海底的残骸 始终没有被找到 没有人能对他沉默的过程 做出准确的判断 于是 一个梦想 从此在少年巴拉德的心里萌生了出来 找到泰坦尼克号沉睡在海底的 残骸发掘他沉默的真相 巴拉德在小小年纪 就掌握了水废潜水的技术 长大之后更是没有忘记儿时的梦想 1974年 在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 他便成为了一名全职深海探测专家 来到了美国的大洋科考权威机构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 有梦想是好事 但是该如何去实现它呢 在巴拉德之前 已经有无数人尝试着 去寻找和打捞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了 但是在茫茫大海当中 任何东西都会变得渺小无比 想要找到一条数十年前的沉船 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有不少人都认为 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 充其量只能是作为一个 宣传深潜气的噱头 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 更是告诉巴拉德 如果他坚持利用研究所的资源 去寻找泰坦尼克号的话 那么今后他不会得到任何资助 为了劝说巴拉德 放弃寻找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研究所的学者告诫他 自他于1912年沉默以来 北大西洋纽芬兰岛南部海域捕鱼的渔船 就经常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船只擦肩而过 不少人为了扬名立万 亦或是为了找到船上的宝物 或者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 都试图找寻过他的踪迹 然而始终没有报纸刊登出 谁收获成果的新闻 几年之后 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 英国 德国等等 很多国家的科学考察计划 也因为战争搁置了下来 20世纪50年代 也就是泰坦尼克号沉默的近40年后 一位名叫阿瑟克拉克的英国作家 再次迈开了探索泰坦尼克号的脚步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二战当中 声纳技术早已被人们运用于潜艇的攻防站当中 而克拉克则认为 泰坦尼克号如此巨大的船体沉入海底 利用声纳设备是一定能够搜寻到的 然而经过了长时间的搜索 克拉克他们始终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 眼见着船上的补给日渐告急 没有办法也只好放弃了这次的行动 在此后大约十几年的时间里 克拉克曾两次前往泰坦尼克号沉默的海域 同样一直在尝试寻找残骸的 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探险家 本吉丁斯 然而 这些探索活动 均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甚至连一块微小的碎片 都未曾被寻觅到 克拉克、吉丁斯等人探索泰坦尼克号残骸失败的消息 也慢慢通过报纸传遍了欧洲 有一些报社甚至用超自然力量解释这样的结果 这艘船仿佛带有灵魂 不想让人类打扰它 才故意躲着人类 20世纪80年代 巴拉德认为 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虽然此前 克拉克、吉丁斯等人的寻找均一无所获 但是巴拉德和他们相比 却拥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原来 此时的巴拉德刚刚驾驶着一艘 名为阿尔文号的深潜器 在墨西哥湾第一次发现了海底奇观 一缕一缕的黑色烟幕 也就是海底热液喷口 它的这次科考成果 被誉为20世纪海洋科学界最重要的发现 荣誉加深的巴拉德 借此机会再次向海洋研究所表明了自己 寻找泰坦尼克号的决心 这次他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 允许他携带阿尔文号 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纽芬兰岛附近的海域 去寻找深藏在大洋深处的遗骸 但是研究所并没有给他提供此次航行的费用 出航的燃料消耗 深潜器科考船的保养维护等等 这大把的经费该从哪里出呢 而此前巴拉德在参与 法美大洋中部海底研究计划的时候 驾驶着阿尔文号找到了海底热液的喷口 所以法国人对于深海科考的兴趣空前高涨 于是巴拉德就联系起了法国方面的投资方 感谢嘉峰 感谢 subir 谢谢 je 感谢 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距离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已经过去了大概70年 很难确定它具体的位置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底沉积物和生物侵袭等因素 也可能使残骸的位置发生变化 而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点在大西洋近4000米的深处 水压相当于大气压强的400倍 人类只能借助于深潜气才能抵达这个位置 视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这片海域的海底环境本就十分复杂 有大量的海流 岸礁 海底山脉等障碍物 毫无疑问就增加了寻找和探索的难度 如果能有更加专业的团队参与进来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想到这里 一个人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 美国海军副参谋长桑曼 他是巴拉德在海军任职期间的老上级 巴拉德认为 如果能够找到军方合作的话 或许找到泰坦尼克号的几率会增大不少 再见到美国海军副参谋长桑曼之前 巴拉德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把自己这几年寻找沉船的经过和成果 都写进了他的计划书中 很快 巴拉德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桑曼 在桑曼的办公室里 巴拉德详细介绍了自己 以及打捞泰坦尼克号的方案 并告诉他们 自己研制的水下摄像机器人阿尔果号 可以将海底的图像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连一条小鱼都不会放过 这样的高科技手段已经超越了当时军方的能力 讲述完自己的准备工作后 巴拉德最后略带颤抖地说 我一生只希望找回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军方正在悄悄酝酿着另外一个计划 1980年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巴拉德想到 如果能够与军方合作 找到泰坦尼克号的几率或许会增大不少 为此 巴拉德向美国海军副参谋长桑曼 详细介绍了自己 以及打捞泰坦尼克号的方案 可他没有想到 此时军方正在悄悄酝酿着另外一个计划 回到家后的巴拉德始终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他担心自己说错了某句话 甚至某个词 导致军方不为自己提供支持 就这样 两天的时间过去 直到一通电话 终于将巴拉德冒险的信心重新点燃了起来 桑曼通知巴拉德到自己办公室 谈谈合作的事 那么军方为什么会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呢 在冷战期间 两大阵营之间互相进行试探威慑的手段众多 其中有一个那就是核潜艇的使用 双方在较量的过程当中 己方的潜艇不幸被对方击沉 而寻找这些潜艇沉没的原因 并顺道打捞起敌方的潜艇 获取对方的技术机密的最好办法 就是能够把这些潜艇找到 并且顺利打捞出海 如果明目张胆地出动的话 一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惕 这些事情只能悄悄地在私底下进行 于是巴拉德和他的阿尔文号 就成为了美国军方最好的选择 眼见得巴拉德找上门来 他们非常开心 许诺巴拉德只要帮助我们 找到相关的核潜艇残骸 那么我们就会拿出经费 支持你去进行 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搜寻 思来想去 巴拉德接受了军方的条件 但是提供给巴拉德 用于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寻找大洋深处的泰坦尼克号 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 但这样一来 总比没有机会要好得多 1984年7月 巴拉德悄悄执行起绝密任务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注意 他在潜艇失踪的海域 以测试阿尔果号之名 进行水下考察 就在巴拉德忙于调查潜艇下落的时候 一个消息使他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美国德州石油大亨 资助了三批探险打捞队 准备寻找泰坦尼克号 可此时 还在寻找核潜艇的巴拉德 也无从得知更多的信息 他只知道 寻找泰坦尼克号已经刻不容缓 于是他立刻加快了寻找核潜艇的步伐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巴拉德一直在波士顿附近的海域中航袭 遥控阿尔果号进行探测 幸运的是 在无线连接的屏幕中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静静地躺在海窗上 巴拉德操控着阿尔果号 靠近黑色物体 这才看清他的全貌 这正是法国斯雷舍号核潜艇的残骸 虽然寻找核潜艇的任务 拖延了巴拉德实现梦想的时间 可这也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沿着残骸的踪迹 或许就能找到 隐没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沉船 成功找到一艘核潜艇后 巴拉德翻阅起近几个月的报纸 看到始终没有人报道 泰坦尼克号被发现的新闻 他紧张的心情终于平稳了一些 接下来 巴拉德立刻启程 前往军方提供的另外一艘核潜艇沉没地点 北大西洋中东部的亚苏尔群岛 1985年夏天 巴拉德准备出发前往纽芬兰岛海域 而此时从研究所传来了一则消息 一位来自法国的探险家使用声纳系统 在相关海域仔细搜索了一番 经历了三十天的大风大浪之后 他们还是放弃了 这样的消息也是给巴拉德提了一个醒 在茫茫大海中借助过去的设备 很有可能他也只是无功而返 为了探测海底的地形 他招募了一个新的伙伴 法国海洋学家让路易斯·米歇尔 米歇尔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声纳设备 这套设备的性能 要优于法国探险队的设备 巴拉德希望借助他 能够了解海底的环境 寻找到泰坦尼克号 1985年8月底 巴拉德乘坐诺尔号科考船 来到纽纷兰岛附近海域 在49名船员的帮助下 用一根约4000米长的电缆 将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 固定在科考船后面 阿尔果号配备了两个声纳 和三个摄像机 声纳设备探测出 纽纷兰岛附近海域的深度 大约有3900米 而它配备的摄像机 可以将海底的景象 实时传输到科考船指挥中心的屏幕上 原来 考虑到声纳设备 可能无法探测出泰坦尼克号残骸 巴拉德认为 自己也许能够通过 阿尔果号传送的水下画面 发现沉船的踪迹 然而 他的方法此事引起了船员们的质疑 在几千米深的海底 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的灯光 仅仅能照亮几米的范围 从没有人能通过肉眼 在微光中找到海底的遗迹 面对着质疑 巴拉德作为船长 并没有试图说服船员们 而是固执己见 命令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执行 此后 巴拉德接住声纳 和自己研制的水下摄像机 阿尔果号 采取地毯式扫描 在沉船地点 方圆十千米的范围内搜寻 一天傍晚 声纳突然显示 在海底部远处的海床上 有一个不明物体的存在 可当巴拉德操作阿尔果号 下去一探究竟时 却发现 那只是一块岩石 突如其来的希望与失望 让巴拉德的内心饱受煎熬 难以平复 1985年8月底 巴拉德乘坐诺尔号科考船 来到了纽芬兰岛海域 考虑到声纳设备 可能无法探测出 泰坦尼克号残骸 巴拉德认为 自己也许能够通过 阿尔果号传送的水下画面 发现沉船的踪迹 然而 一周多的时间过去 巴拉德团队 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有一些船员 甚至明确向巴拉德表示 他将再次无功而返 从这一刻开始 巴拉德时不时就会来到 诺尔号科考船的甲板上 吹着海风 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阿尔果号始终没有发现 泰坦尼克号的踪迹 巴拉德曾经这样回忆 科考船上 弥漫着失望的气氛 就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 能否找得到 泰坦尼克号 9月1日凌晨 距离巴拉德 来到纽芬兰岛海域 已经过去了8天 早已失望透顶的巴拉德 来到甲板 望着漆黑一片的海水发呆 1点05分 一位船员 急急忙忙走了过来 与其兴奋地告诉他说 我们好像发现了 沉船碎片的痕迹 听到了消息之后 巴拉德快步走向了观测室 他看到 阿尔果号无限传输来的画面当中 出现了很多明显的黑点 于是下达命令 跟随着他的痕迹 找到他们的源头 阿尔果号继续向前推进 巴拉德紧紧盯着屏幕 画面当中的黑点越来越大 慢慢的 巴拉德能够看出来 这些黑点正是 无数的金属和木头碎片 几分钟后 摄像机的画面里 很快显示出了 巨大的锅炉和烟囱 虽然不知道 这条船是不是泰坦尼克号 但终于是看到了沉船的踪迹 也足以令他们兴奋起来 巴拉德下令 船员将录像探测仪和灯光探测仪 潜入深海 经过一番操作 探测仪来到水下三千多米处 他已经可以看到沉船的大致轮廓 等到探测仪再靠近一些 船员们在屏幕上 看到了诡异的景象 沉船的船体上 有一排排小小的窟窿 炸开上去就像许多双眼睛 巴拉德和船员立即意识到 这是一艘客船 而那些窟窿 就是客船各房间的窗户 虽然这艘沉船的船头 扎进了海底的泥土里 但是能够看出 它的体积非常庞大 比他们的探险船几乎大了一倍 巴拉德心下 如此规模的巨轮 一定不是一般的客船 他便立即让人 叫来船上的考古学家 仔细观察 巴拉德他们 让探测仪的操作员 切换了几个位置 眼睛紧紧盯着显示器的屏幕 当阿尔果号来到船首位置时 船体铁板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标志 引发了他们的关注 在这块标志牌上 明确地写着 这是白星航运公司的标志 白星公司就是 泰坦尼克号的制造公司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这家公司主要是以 跨越大西洋的航运贸易为主 为此建造了一系列的大型游船 其中就包括了泰坦尼克号 这样的发现 无疑令巴拉德他们信心倍增 接下来他们操作着探测仪 围绕着沉船进行考察 希望能够发现更多指明他身份的证据 当阿尔果号环绕着沉船移动 来到连接船体和甲板的船弦位置时 巴拉德和考古学家通过显示器 清晰地看到了金属名牌上 泰坦尼克号的雕刻字 他们兴奋地大声说道 是 是泰坦尼克号 这是泰坦尼克号 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欢呼 手舞足蹈 互相拥抱 这艘葬身海底的巨轮 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大约四千米深的海床上 可随之而来的难过 立刻抵消了他们短暂的兴奋 巴拉德和探险队在科考船上 为泰坦尼克号没能幸免于难的乘客 举行了短暂的默哀仪式 随后 探险队员们 立刻对残骸进行全方位的拍摄 而巴拉德则换上了潜水服 走进阿尔文号深浅器 当阿尔文号下潜到水下 约四千米的深度时 眼前的一切令巴拉德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泰坦尼克号在沉默时断成了两截 船体的后半部分此时已经破败不堪 但前半部分基本上还是完整的 巴拉德此时也无法解释 为何同一艘船的前后两个部分 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他驾驶着阿尔文号 首先观察起了泰坦尼克号的侧面 通过阿尔文号的探照灯 巴拉德勉强能够看到泰坦尼克号的 钢铁外衣以及一个个圆形的锚钉 母船上的船员通过通信设备 听到巴拉德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 他终于找到了泰坦尼克号 这艘巨轮在沉默了长达七十多年之后 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接下来 巴拉德从各个角度进行观测和拍摄 许多重要的证据相继出现 豪华的餐具 精美的壁画 古老的乐器 以及大量的珠宝和艺术品 这些物品的样式和风格 都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相符合 随后 深浅气的灯光 照亮了一间巨大的圆形舱室 在舱室的地板上 竟还有一只黑色的靴子 虽然此时沉船的支撑结构 早已破败不堪 揭满了厚厚的植物 可望着它的残骸 巴拉德还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 乐团演奏着音乐 几百名乘客 快乐地再歌再舞 正当巴拉德驾驶着阿尔文号 继续来到其他位置探测时 残骸底部沙子中的一个玻璃瓶 引起了它的注意 玻璃瓶中似乎封存着一封卷起来的信 就在此时 通信设备中突然传来了船员的声音 它们让巴拉德迅速返回 此时大海再次掀起了波涛 十分危险 无法继续探测 情急之下 巴拉德操纵阿尔文号两侧的机械手 将那只装有信的玻璃瓶 和一些沉船的碎片 装载到阿尔文号顶部的金属框中 带回科考船进行研究 回到科考船上之后 巴拉德打开了那封 藏在玻璃瓶中的信件 这封信出自于泰坦尼克号的一位船员 内容大意是这样的 当我们经过纽约号和海洋号时 拉着纽约号的绳索突然断开 差点撞上我们 一些人认为 这件事情是一个坏兆头 预示着未来会有麻烦 但不要担心 我在泰坦尼克号上感到非常好 你亲爱的丈夫理查德·格迪斯 正是这封信带领着他们 回到了1912年 那艘梦想之船出航的前夕 1912年4月10日中午12时 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响起 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 缓缓驶出英国南安普顿港的码头 有人曾经说过 这一天有大约三千多人 赶到码头送行 虽然有人注意到 泰坦尼克号差点和另外一艘 名为纽约号的邮轮相撞 可是在兴奋的人群面前 没有人会在意这段小插曲 他平稳地在英吉利海峡中行进 从白天走到了黑夜 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后 巴拉德的眼眶已经泛红 他神情严肃地对周围的船员及考古学家说 他想要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此后巴拉德和愿意一同研究 泰坦尼克号历史的考古学家分成了两对 考古学家负责根据阿尔文号拍摄下来的照片 及搜集回来的碎片残骸 在计算机中复制出泰坦尼克号的电子模型 而巴拉德则启程前往他的诞生地 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 2012年 巴拉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自己的想法 要想解读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首先就要知道 它是由哪些人怎么建造出来的 20世纪初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 曾是全世界最大的 专门打造巨型游轮的造船厂 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 经过船厂工作人员的介绍 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 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就在这一刻悄然揭开了他神秘的帷幕 1985年9月 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 在沉没了长达70多年之后 终于迎来了第一位放客 看着已经破败不堪的残海 巴拉德决定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他启程前往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 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 70多年前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 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等级游轮的船厂 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 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 20世纪初欧洲的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同时坐在各航运公司打造的豪华邮轮上出行 一度也成为了欧洲社会上最为流行 最为时尚的旅游方式 英国白星航运公司与卡纳德航运公司 这两家企业堪称是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 为了能够彻底击败对方 白星公司的负责人约瑟夫·伊斯梅决定 将建造所谓最安全最快最豪华的巨轮 于是整个白星公司豪制750万美元 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定下了合同 打造三艘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豪华的客轮 造船厂的工人们曾经见到过这样的情形 伊斯梅端着一杯葡萄酒 对造船厂的负责人说 给我造三艘 连上好葡萄酒里的酒渣都不会晃动的 稳稳当当的船 这三艘史无前例的豪华巨轮 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大西洋航线霸主 眼看大买卖有了着落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立刻开始谋划新船的建造工作 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 肩负起整艘克伦的设计重任 1908年7月29日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 首先它足够大 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 宽28.1米 可同时容纳3547人 重达46328吨 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万吨吨位的邮轮 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 其次它足够安全 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 连接各舱的水密门 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 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 都不会沉默 造船上的负责人 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 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默之船 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成它 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 时不时裂开嘴角 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出海的盛况 1909年3月31日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开始了401号船的建造工作 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使用了最为坚固的钢材来制造船体 为了给这艘巨轮赋予最强大的动力 托马斯·安德鲁斯设计安装了两台网复式蒸汽机 以及一台低压蒸汽机 驱动三个巨大的螺旋桨 强大的动力系统是泰坦尼克号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3节 打破了当时民用船只速度的记录 在建造阶段 惊于伤到的伊斯梅更是通过报纸做足了血统 船还没有下水 世人就已经知道了这艘船颇具规模 绝对安全 内饰豪华 就连竞争对手卡纳德公司 都将这艘船视为工程技术领域当中的杰作 伊斯梅将它命名为泰坦尼克号 这个名字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巨人泰坦一族 顶天立地 力大无比 象征着这艘巨轮能够克服所有障碍 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 此时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 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 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 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 健身房 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 在当时的年代 没有任何邮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 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邮轮当中 人们依据巴拉德搜集回来的家居用品的碎片残骸 在美国密苏里州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当中 复原出来了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布局 通过照片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奢华 精致的木质壁板上雕刻着立体的花纹 真皮座椅 插满鲜花的花瓶 温暖的壁炉 这些都可以给每位旅客提供最豪华的享受 而泰坦尼克号的二等舱和三等舱的居住环境 甚至可以达到当时不少游轮头等舱的标准 就连三等舱的旅客也可以享受 大理石制造的洗漱池和床头的取暖设备 历史学家们曾经在一本名为《造船专家》的杂志上 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泰坦尼克号在许多细节方面模仿了凡尔赛宫 摆满了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家具 壁炉上的雕刻作品是凡尔赛宫的《狩猎女神》 还有其他精美的浮雕和艺术作品 上等的幼木和黄铜装饰 吊灯和壁画 印度和波斯的地毯 顶级的制造工艺 奢华的内饰 被视为绝对安全的水密舱 以及能够随时收发无线电信号的通信设备 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 第一次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 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 不久之后 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 克莱夫·帕尔默 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 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 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 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 全面升级邮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 七十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 拥有75个专为锅炉坊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 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 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 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 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 这艘邮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 并引入数字导航 卫星和雷达系统 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1912年4月15日零时20分 泰坦尼克号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快来 危险 救救我们 我们撞上了冰山 方位北纬41度46分 西京50度14分 第一个回复她的是一艘德国客轮 但是她远在泰坦尼克号西南136海里的地方 紧接着 从纽约开来的卡帕西亚号 也收到了相关的求救信号 可是 她距离泰坦尼克号也有58海里 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抵达 泰坦尼克号的报告员没有放弃 仍然不停地发着信号 此时 此前提醒过泰坦尼克号兵情的 加利弗尼亚人号 就停留在泰坦尼克号大约10海里的地方 连船上的灯光都隐约可见 完全来得及赶来 但倒霉的是 船上的报告员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睡觉去了 根本就没有听到泰坦尼克号发出的求救信号 泰坦尼克号出冰山沉默的不幸遭遇 暴露了当时船上所配备的瞭望预计 无线电救援 以及救生装备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次事故令所有人痛感惋惜 也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海上安全条约和制度 以确保海上人员生命的安全 2024年1月1日 中国第一艘国产大邮轮爱达姆都号 从上海无松口国际邮轮港盛大起航 这艘邮轮全长323.6米 拥有24层楼的高度 总吨位达到了惊人的13.55万吨 体量超过了100多年前的梦想之船三倍之多 得益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爱达姆都号配备了自动预警和自动报警装置 自动预警系统通过实时监测 邮轮的各项运行状态和外部环境 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并向船员发出预警信号 同时自动报警装置 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起动 通过声音 灯光等多种方式 提醒船员和乘客采取紧急措施 确保人员安全 除此之外 为了避免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出现没有及时收到救援信号的失误 爱达姆都号利用卫星通信系统 确保邮轮与岸上管理部门 救援机构之间能够及时联系 爱达姆都号的自动预警系统如此完备 是由于工作人员在设计之初 就从各个方面考量如何确保 邮轮及乘客的安全 可令人遗憾的是 泰坦尼克号当初却没有这样幸运 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17分 因为船尾部分叫起来的重量 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 船身终于不堪重负 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 船头直接沉入水中 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 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 以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 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 船尾在这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 头朝下沉入了三千多米深的大西洋洲 而尽管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船数量 符合当时英国法律规定 但基于船的吨位 而非乘客数量来决定救生船的数量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船上人员的生命安全 艾达姆都号配备了多种先进的安全救生系统 全船共有二十艘救生艇 这些救生艇停放在四层甲板上 每艘救生艇长13.35米 宽5米左右 高4米左右 采用双层结构设计 最多可容纳314人 全船六千多人都可以登上救生艇 除了安全预警系统 通信系统及救生系统之外 泰坦尼克号的事故 也给后世的船舶制造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按理来说 这艘豪华巨轮的结构没有问题 根本不应该表现得如此脆弱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 拖动着模型 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 每一段船体材料的参数 终于 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泰坦尼克号船体使用的钢材 硬元素含量达到了6.9% 相比其他船厂钢材的硬含量 高出了约4%左右 虽然钢材的硬度得到了提升 可当约4.6万吨的泰坦尼克号 以大约20节航速撞向约80万吨重的冰山时 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钢材的韧度极限 最终导致船体撞击冰山后折断而沉没 此后发现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消息 便传遍了全世界 很多人纷纷前往沉船海域 想要打捞泰坦尼克号 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 试图找到它沉没的其他原因 但是 人们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 却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艘船绝对经不起打捞的折腾 碰都不能碰 为什么泰坦尼克号无法被打捞出海呢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位于大西洋的底部 深度3784米 压力是海平面的400倍 在几十年的岁月当中 泰坦尼克号已经深深地陷在了海床当中 严重袖石 深海强大的洋流 岩石和细菌也在不断侵蚀着它的各个部位 船体和内部都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任何外力的施加都有可能 让这艘游轮被腐蚀得更快 已经不可能再进行整体打捞了 当泰坦尼克号无法被打捞的消息 被更多人所了解 社会各界关于泰坦尼克号打捞计划的讨论 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中不发各种不靠谱的主意 有个叫查尔斯的英国建筑师提议 用电磁铁把泰坦尼克号吸出海面 我们都能联想到 要支配那么大的一块电磁铁 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到 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耗资约500亿美元的方案 就是在沉船四周放置大量装满水的塑料浮桶 然后传输电流 不断将浮桶中的水电解为气体 让船体依靠气体的浮力升至水面 可由于花费过大 这种方式很快也被专家否定 还有人建议 用装满氦气的尼龙气球 拉动船体上浮 但泰坦尼克号重大约4.6万吨 需要制备的氦气太多 人们恐怕要花费十年才能制备完成 久而久之 人们也接受了现实 最多只是通过深浅器 或者深浅机器人 打楼出船中的一些物品 不久之后 令人痛心的消息再次传来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可能会完全消失 人们在研究泰坦尼克号碎片残骸时发现 它的表面附着着一种 能够腐蚀残骸的细菌 科学家们将它称为 泰坦尼克盐单细胞菌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底 海水的盐度只有3.5% 是细菌理想的滋生环境 这种细菌能够通过腐蚀 泰坦尼克号表面的金属 获取养分 虽然此时距离 巴拉德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仅仅过去了6年的时间 但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 船长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吞噬 有人悲观地估计 按照这样的速度 到了2030年左右 泰坦尼克号恐怕就会在海底彻底消亡 现在人们在附近海域使用机器人24小时进行监视 一方面时刻观察着泰坦尼克号的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有些人试图进行打捞 巴拉德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险之旅 到此结束 但不久之后 泰坦尼克号又迎来了一个狂热的水下探掩者 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卡梅隆 1991年 罗伯特巴拉德已经年近50岁 在康涅狄格定居的他 正在计划着下一次的海洋科考 此时 一通电话打乱了他的思路 电话另一边的卡梅隆 邀请他一同合作 自己想要将泰坦尼克号沉默的经历 拍成一部电影 1997年12月19日 泰坦尼克号电影成功上映 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 梦想之船缓缓驶出马头 向着远方驶去 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就此诞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国对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索 仍在进行中 学者们仍在致力于研究 如何有效地保护这艘船奇巨轮 以延缓其消亡的速度 此外 这座梦想之船沉默的原因 还有众多谜团仍未尽开 有人认为 钢材中油元素含量过高 导致其韧性降低 只是导致泰坦尼克号 加速沉默的众多诱因之一 如今 学者们仍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进行深入分析 更是希望通过了解当时技术的优劣 为现代船舶的发展 提供宝贵的启示 借鉴 以确保未来航行的安全 双尔石聪 小学一夜的汤 决言一本科幻小说 梦化出飞天梦想 它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 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 奇奥尔科夫斯基 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 解码科技时 开启星际之门 向其付出